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位罗斯柏丁小姐应该之后称她柏丁小姐吧 她是那个法国大革命的那位也是上了断头台的皇后 叫做玛丽安东尼的专属服装设计师 而且她好像也是时尚教主了 对啊就是她所设计的衣服会引领当时的潮流吧 算是所谓的时尚设计师的鼻祖的 类似那样的存在的一位 当时代的一个算是罕见的职业女性吧 对因为那个时候虽然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 女性可以开始做一些工作 比如说像裁缝这样子 但整体上地位还是偏低的 还是主要是男性在赚钱 女性裁缝就算抱持着自己的理想 可能去巴黎 可是可能会沦为 就是在无法就是维持生计之后 可能被解雇之后 可能会成为地下流因 就是地位其实是偏低的 那赚钱的方式 吸引客人的方式 有时候都不得不出卖美色嘛 这个作品之后漫画中 其实也有提到这一点 但罗斯伯丁就靠着自己一个人 靠着他自己一个人 成为玛丽安东尼的时尚大臣这一点 整个提高了法国在时尚的地位 以及女性在法国的地位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一己之力达成的职业 他已经不只在他的职业成功 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象征 是 就是不只是事业成功 还是包含的是一个 算是一个女性的 女性意识的抬头之类的 对啊 因为那时候如果讲到奢侈品 其实我们第一个我想到意大利 那个年代 法国还不是奢侈品的中心 对 但是从法国到格林 玛丽安东尼之后 应该说可以再往前推吧 太阳王开始 就可以法国慢慢的建立自己的时尚业 然后把他们的文化往外推出 虽然当然我们现在来看啦 你知道悲惨世界有没有看过 就是那时候的好与坏 非常的明显 但从后世来看 有时候那时候的文化到现在还影响着 现在的日子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 我们这部 这部那个罗斯 柏丁 可以吐槽清国这两个字吗 可以吗 可以啊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我好想吐槽 他为什么要取比较清国的裁缝师 他不是第一开始 第一话 这种类似说 他做不成清国的美女 那他可以做清国的裁缝师 对 他前面有 其实第一话他有提到 就是他就是 看到他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跟他一个熟客 然后就是 因为那个熟客是 就是那种很爱打扮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没有讲说 他青梅竹马的好朋友是个男性 对 不好意思 对 他青梅竹马的好朋友是个男性 然后他的熟客是个女性 然后他那个熟客呢 就是 就是感觉就是很像那种 就是被 就是 就是好好呵护的大小姐 然后没有什么 对 没有什么个人的思想 就是 就是 一嫁人为己任的那种 就是一嫁人为己任的那种女孩子 然后想办法把自己弄得很可爱 所以其实他就 一直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他自己 不可爱 但是 但是 但是其实我心里就很想吐槽说 你这个画风 我看不出来 你到底哪里不可爱 等一下 你等一下 你的吐槽方式有点奇怪 不过 我现在想的话 喜欢握手 我 我原本想要吐槽 倾果这件事情 不小心就顺便连画风 一起吐槽 你的画风 从头到尾都没有画出 他哪里不可爱啊 拜托 然后但总之呢 反正他自称他自己不可爱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不可爱 所以他就决定说他不要把自己嫁掉 就是把把结婚作为他唯一的目的 他所以他另外一个渴望就浮现 他既然无法做就是像他的那个首课一样 作为一个漂亮的女生 然后把自己嫁掉的话 他无法成为一个倾国的公主 但他可以成为一个倾国的裁缝师 但我这里心里面就一直在想说 他的倾国是不是在字文里面没有别的 就是不像中文一样有别的意思 我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在中文里面 倾国倾城其实是 其实是一个就是 可以让国君就是为了这个美丽的女人 把自己国家全部都卖掉的那个意思 可是我也有想过这一点啊 对啊 他那个他其实就是他以一己之力 整个颠覆了当时代的文化 跟他们的一些女性地位 这本身也是一个倾国的一件事情啊 我觉得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也是可以的 他颠覆了那个年代的事情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可以解释的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可以从玛丽安东尼的角度去解释啊 他在那个质状费上花了无数的钱嘛 某个程度上 对这点是倾国 是我只是不知道日文原文那里 是不是有一种 觉得倾国就是first的那种意思 如果这样就有点没有意思了 可是你知道我其实那时候就是 当那个杜巴利夫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好你以这为目标 说不定以历史来说是没有问题 可是当杜巴利夫人出现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说其实就是 如果光因为光看书名 我会觉得他很像是用美色试人的裁缝师 那如果是用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 其实女主角应该是要杜巴利夫人 对不起 我是没有想到这方面啦 我是觉得 我觉得你有点太 对我觉得 我太执着在书名上了 对你太均利于书名上了 我们不是应该看这位女性如何自觉 然后如何自立 而且就是漂亮的解决各种 那种服装上的难题的故事嘛 因为他现在的故事 他虽然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就先说明说 就是当最终那个玛丽皇后 要被上断头台时 是我们这位 他的专属裁缝师 帽着生命危险 递上了那个所谓的什么这样 最高级的搏纱给他 对 搏纱丝金 赌上性命送的哦 对 因为他其实是贿赂那个 就是狱卒才能把东西送到他手上 对 所以从这个一开始就注定悲剧的开头 然后到 到你看他如何从一个乡下的小姑娘 然后来到巴黎 如何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最终来到那个 白金汉宫 他们那个宫殿叫做 啊那个 是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 白金汉宫是英国的 对对不起 就是来到那个凡尔赛宫 然后成为了我们的皇后身边的 专属服装设计师 就是这种很励志啊 一路走来 可是你却知道在这个励志的结局是 等在那边的是一场旷世的大悲剧 就是时代造就了这个人 但是他这个人也没办法逃离时代的影响 被历史洪流冲刷的借骨 是 如果不是玛丽安东尼 他也没有办法当上 以时装设计师这个名字 获得那么高的社会地位 真的 是 可是他很帅气呢 老实说他一出场就很帅气 真的 对因为他 他并不是可爱型 他是帅气型啊 这就回到我刚刚想要跟那个泡泡熊说的 因为他的脸不是可爱型 是帅气型啊 可是他每个人的脸都长得一样 对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你们不要这样吐槽作者的画风好吗 对不起 因为作者其实在背景 还有一些服装都非常考究啊 他很用心 对 而且针对当时的文化 他也会很泄心的在旁边做说明 所以我是觉得说明太多了啦 就是 对 他的说明很多 是哦 我觉得有点不够 你觉得不够吗 阿姑 我觉得他的重点都放在 就是他的职业这一块 他的那个服装足够 这方面足够了 但是在整个时代上 嗯 跟我们这个历史月介绍的其他作品来说 我觉得他真的是比较重点就放在 阿子说过的有关职人的这一块啦 对啊 说到职人啊 这里啪啪雄又要开始狂了 就是 第一集的就是倦末 他有一句话 叫做命运之线开始交错 因为他这个到第一集的最后 让就是四个角色 重要角色都出现了 玛丽安东尼那时候11岁 然后柏丁19岁 雷欧娜20岁 然后让娜23岁 真的 你没有讲雷欧娜是谁 嗯 那是另外一个有名的 美法师 对 索尼玛丽安东尼有那个旗下有名的美法师 然后他也是本作的男主角 对 应该是男主角啦 应该是男主角啦 看起来 是 对 他他其实就是跟那个女主角相遇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稍微紧张了一下 后来发现 好像 好像是个蛮有趣的角色 这样 哦哦 你是你是很怎么样 你怎么好像对男性有种奇怪的敌视跑出来了 怎么回事 没错 就是觉得有点 没有总是要小心一点吧 他在那个地方遇到一个男性 哦 对啦 理解理解 所以 所以到后面故事中 他 呃 现在目前中文还没代理 我是跑 我是跑去看那个 就是后面日文的部分 然后他跟这位后来这位美法师 就他未来的同事 其实后来感情很好 然后 然后常常会一起吃饭 会聊天 互相吐槽工作上的事 我是还蛮觉得他们之间这样的关系啦 就互相协助 互相 而且可以理解彼此的梦想 这一点我觉得很棒 真的 对 然后除了刚刚讲的这位美法师之外 还有一位 所谓的杜巴利夫人也登场了 嗯 这名字真是如雷贯耳 对啊 如果大家对这名字觉得好像很恶熟 大家去Google一下 应该会看到一堆资料 嗯 应该说第一集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他第一集把那个罗斯伯丁 跟这两个人联系上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是蛮惊艳的耶 嗯 首先就是雷欧娜嘛 我 我其实大概知道他有一个同人嘛 但是我们知道的都是已经完成式的部分 就是玛丽安东尼旗下有罗斯伯丁 旗下有雷欧娜 And 但是他把这作品里面 他是把他们两个相似于帷幕之中 他们还没有成品 他们就相似了 然后一起努力 嗯 他是有这一个过程的 我其实还蛮 就是有点小小的惊喜 嗯嗯嗯 然后第二个惊喜就是 我没有预想说 因为我对杜巴利夫人这个名字是熟的 但我对他之前的经历是不熟的 所以我没有想到所谓的第一裁缝师 就是 女主角到到巴黎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第一裁缝师 竟然就是杜巴利夫人 就是未来的杜巴利夫人 而且真的很厉害耶 他真的还蛮厉害的 对啊 所以这算是 算是作者的巧思吧 他就是利用这种 对我喜欢这个 就是历史的空白 这个是阿姑最喜欢的类型 在历史的空白之中去琢磨 是是是 而且 因为关于雷欧娜这个角色啊 其实我也有稍微去搜寻 因为我比较 毕竟比较熟悉的都是 那时候的时代 比较熟悉的都是女性 我对于这个 发型师来讲 只是大概知道 并没有很清楚 这个人 到底是在干嘛 那我去稍微找了一下 资料之后 我发现他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呃 他来自南方 所以他 其实也像 女主角一样 来自乡下 是被比较鄙视的存在 就讲话都有口音啊 然后不够时尚 这才是重点 对不够时尚 对 这个一开始故事也有 也有讲啊 就是他那时候 自称自己是什么第一理法师 然后就立刻被女主角拆穿 穿得这么破烂 怎么是呢 对 可是他的确有一张 很漂亮的脸 所以历史上 他靠那张脸 其实也是相当的 吃香 对吃香 当然我不知道 在这个改编里面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 但历史上这个人 的确是靠他的脸 做了一些事情 哦是啊 在故事中的话 确实是哦 你会看到 就女主角有帮他 对 第二集中 女主角有帮他 张罗一些衣服 然后把他就是品味 把他拉上来 然后他就有靠着那张脸 可能就是在 各个阴阴阴阴之中啊 然后可能就是 也是在耳边讲讲话什么的 之类的 之类的 因为故事第一集就讲过啦 你要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往上爬 你除了实力 你还需要人脉 非常的清醒 嗯 但是主角 女主角是一个 基本上以实力说话 只是他在一些地方 他不会去 他不会去 必会使用他的人脉 是 而且我很喜欢的是 他 尽收本分这件事 嗯 他不会像是 呃 之前阿姑 我们在录音之前 大家我们吐槽另外一部 很少女漫画的 叫做 可以说吗 可以吧 反正就趁这时候聊一下啊 就是那个 阿尔蒂吗 阿尔蒂 阿尔蒂 之前动画画的 对 在那个当画家的 一位女画家 阿尔蒂 当时就被我们吐槽说 虽然那部在背景啊 画风都画得很漂亮 可是实在是太过 太过 没有那个年代感了 应该说他的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出 作者很努力 而且就是我刚看的时候 也是很兴奋啊 你知道吗 大叔耶 我最喜欢大叔跟少女了 大叔跟罗莉 超棒 诸如此类 可是我一直往后翻了 对 其实这 对不起个人的 就是偏见 他就是个少女漫画 对 他就是少女漫画 但少女漫画 其实不该是贬义词 他为什么会令人 想吐槽 原因是因为 他既然是画 那个时代的氛围 但是他的核心 用的是日本的职业女性 在职场上奋斗 会遇到的那些问题 就是大家日剧 很常看到的那种 遇到的事件 遇到的心理纠葛 一模一样 不能说差 对 不能说差 但问题是 就是不符合那个年代 是的 深叫之下 伯丁他的心态 反而就是很符合 那个年代 就是他很谨守本分 他知道自己 就是一个裁缝师 他不会去月宇 去干涉贵族 或他客人的事情 他只会用他的方式 去给予支持 跟完成客人的目标 是的 是的 我很欣赏他这一点 你知道有一个 第一节有一个飞友 很喜欢 就是他把一根针 拿出了箭的样子 很帅的 我喜欢那个飞友 超帅 这是一个很帅气的女性 大家可以期待这一点 感觉上有点不苟言笑吧 相当的严肃 而且认真的一个人 而且对自己很有自信呢 我有点吓到 这样当服装设计师OK吗 不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服装设计师应该要很时尚 很走在潮流尖端吗 可是他给人感觉 其实相当朴素的 只要他有实力 我想这不是问题 有时候他们就只是 一开始的时候 需要累积人脉 累积客人的时候 必须巧言吝嗦一点吗 但如果大家现在看到 是他的实力 应该就不太需要 不过他一开始 在巴黎的某一间 小小的工作室工作的时候 好像也是会被其他同事 就是不知道是笑还是怎样 就是说他好像 也不太会打扮 还是说那个 杜巴黎夫人进去的时候 好像就觉得说 你穿这样子 你怎么办法 怎么有办法设计 我的衣服之类的 然后他就用实力说话了 没错 非常厉害 对 所以这部 倾国的裁缝师 他就是类似 这样的作品 专门介绍这位 我们所谓的 时尚服装设计师的鼻祖 罗斯伯丁的 算是成功史 对 我觉得比较偏向 努力时跟成功时 对 然后后面再带着 关于那个 法国大革命的 那个时代背景 这样子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 比起他的职业路的话 历史感是第一层啦 但是他有把 他没有扭曲太多 可以感觉到 那个时代氛围 只是说重点 还是他的职业历程 对 没错 但我觉得他不会太多 这个应该很快 就会完结了吧 就是他的篇幅 应该不会太长 目前好像 日本那边出到 第五还第六集吧 中片 印象中 对 还在出 还在出 目前还在连载中 反正因为都已经 怎么讲 终点就已经摆在那里了 大家都知道 最后终点变什么样子 就是断头台那边吗 这样 对啊 就看如何 剧情如何 把他情感累积在 那个高潮之后 然后把他 end掉吧 大概就这样 所以历史上后面有说 这位 我们这位裁缝师 他之后的 就是玛丽皇后 被断头之后 他之后的 人生是怎样吗 有哦 现在要讲吗 要说吗 我是蛮想知道的啦 好哦 那继续跟阿子讲的话 历史上这位 罗斯伯丁 玛丽安东尼的 时尚设计师 他其实没有在 那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就是他的生命 没有停止在那个时候 可是毕竟 法国大革命 是一场 针对上层人的 革命嘛 对不对 所以 他算是 他算是平民 他很艰难的一个平民 晋升为 呃 贵族阶级 虽然他在贵族里面 依旧是大家会 觉得他就只是个平民 这样子 可是比较为难的是 平民认为他是贵族 哦 这点是比较 令人悲伤的 所以 他没有 呃 真正的回去他的 没有真的回去他的 平民的这个角色 他被当作为贵族 所以他 必不可免的 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啦 然后就在一个乡村嘛 反正就是一个 相较比较平静的地方 过完了他的人生 啊 总觉得有点 有点哀伤耶 他没有 他算是 他 嗯 他算是 嗯 怎么讲 他的人生后续 并不像 他并没有那么的戏剧性 哦 就是像所有人一样 迎来了晚年 然后过世了 这样子 嗯 但其实也还算平稳啊 对 可是他的职业人生的 高光期 就是跟着马丽安东宁 一起买账了 OK 了解 他不可能再这样子 就是一起辉煌 一起再见 对 他虽然还很有实力 但他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子 那么高点 辉煌 是是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流亡贵族的身份 所以他是平民哦 真的 我觉得他的角色真的是 好尴尬哦 对 很高 是 唉 我至少知道 至少知道他有 算是安翔晚年 也算好 还好 他是活着的 我差点以为他要被砍了 这样 幸好没有 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在 他的生命没有停止在那个时候 就令人觉得庆幸 又觉得有点无奈 你知道吗 真的 那我相信 如果漫画有画到后面的话 有画到他逃离了那个 呃 刑场的话 我相信他应该会给他 一个幸福一点的结局吧 就是他还可以继续 从事他喜爱的工作 他虽然不再有名 但是 依旧 他做的衣服依旧获得别人的喜爱 诸如此类的吧 就是 相较 相较可能还是算令人满足的结局 只是说 以客观的看客来讲 他的结局 历史上的结局 可能会有点惆怅吧 没关系啦 至少有安乡玩意 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了 活着 雷奥娜我就不知道了 在那种大实在情况下 能够活着 我觉得就很棒了啦 真的 说的也是 对啊 好啦 那我们对于这部 倾国的裁缝师的推荐 应该差不多了 是啊 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下 对啊 而且毕竟是历史人物嘛 其实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想要真的知道正史的话 去查一下就可以知道 那我们这部漫画 它主要还是就聚焦在 它的那个职业 如何在那个年代 它如何设计出 什么样充满时尚的衣服 这样 而且我很喜欢 它里面的衣服 有时候 不管是帽子还是衣服的 那个命名的方式 都很有趣 很有味道是不是 而且我很期待 我们那时候 那时候不是有很多 现在来看 令人匪夷所思的 时装设计吗 还有发型设计 都是你看那个头 对啊 好好奇 对我们现在来看 都匪夷所思 会说 以前人真的喜欢这样子吗 可是如果 就有流行这种 对 然后我之前有看过一部 反正就是它在说明 为什么那个时候 这样的发型 会受到推崇 因为那时候 不是洛可可风 反正一切就是 崇尚奢华 角式 对 所以这样的发型 其来有致 可是也不是 一开始就那么夸张 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很期待 应该就是那个 发型师跟 那个神之手 搞出来的 是是是 一开始都不是 那么夸张的哦 可是一定有一个雏形 是从他们手出来的 因为他们的雇主 喜欢夸张 所以他们就做夸张 像圣诞树这样 这个雏形 我想应该是雷欧娜先 对我有查到她 类似这种雏形 是她提出来的 只是因为 圣诞树 对 然后你也知道 有时候他们无聊吗 贵族女性无聊 彼此攀比嘛 就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夸张 这后面已经超出 她的控制了 好好笑 我还看到那个雷欧娜 有一个细数是说 她非常的 怎么讲呢 勇于创新 然后不断的 因为那个 玛丽安东尼 有一个不好的点吗 还是反正就任性嘛 只要有人 穿了跟她类似的衣服 她就不要 她原本的那一个了 她要新的 她永远都 独一无二那一个 可是你也知道 其他人一定会 非常勇于的 仿造玛丽安东尼的 模仿她 对 所以她就等于 非常快速的去 怠换她的 发型跟衣服 那所以其实 罗斯伯丁跟雷欧娜 在那时候 真的是 我觉得饱受挑战 一定是 他们要不断的去想出 符合 玛丽安东尼喜好 然后符合 时尚潮流 然后又要夸张 然后还要很快的想出 就是那些 还要创新 对 我说超级 勾压力的职业 我的天哪 是的是的 然后我还有看过 就是你去查 那个雷欧娜 有一次 就是把那个 她的头发 弄成圣诞树 之后还上面放了船 天哪 然后 然后又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那个年纪 稍微大 脱发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 脱发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如果要维持 那样子的发型 脱发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她 说服她剪短发 我觉得真厉害 说服她剪短发 然后戴假发吗 反正就是 她 我觉得她做了 反正 我觉得她做了一个 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她不断的 在她的职业上 不断的创新 而且还可以满足她的顾客 这不只是实力 她也讲嘴 所以感觉到 我从那些记载中 真的是可以感觉到 这个人就是 就该是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 所以真的很期待 作者怎么发挥 这两个角色 就不管男女主角 就是服装师跟美发师 她真的不是 一开始就圣诞树 我就很期待 作者怎么 从一开始 画出她一开始的样子 我好期待 如果一开始 就让她圣诞树 我就有点失望 没关系 我们就期待 看看作者怎么发挥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代理 可以顺利的 继续带下来 是是是 让我看一下 圣诞树的行程 我也好期待 OK 好了 那我们今天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对啊 那如果大家 对这部 那个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 服装设计师的 故事人生有兴趣 顺便对那个 很神奇的美发师 也很有兴趣的话 那欢迎大家 也可以 看一看这部漫画 对 目前 目前台湾代理到第一集啦 以后应该 希望她会继续出 吧 应该会吧 而且她还有上架 电子漫画 我买的是电子漫画 对 所以就很开心 耶 因为她整体的 调性其实是蛮轻松的 而且还有爽感 对啊 对 就是遇到事情 解决问题 都有这种很爽 很帅气的那种爽快感啊 算是张回事的感觉 合理合格的商业作品呢 你知道 我觉得在历史漫画中 还是这种的比较讨巧 对 所以它不太算是纯历史 这部并不算纯历史 它不纯啊 但是就是这样子比较讨巧 真的 好啦 那就真的差不多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就谢谢大家收听到现在 OK 那就先这样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